由于疫情没有改善 原本应该在昨天届满的吉打梅鲁区和阿曼在野 只能再推行局部加强行动管制令 继续不得对外开放 州政府承诺会拨款确保封锁区有足够的粮食 当局认为早前防疫措施功亏一亏 是因为封锁区里的居民依然可以自由行动 因此警方这次决定全面禁止居民踏出家门 就连待在屋外也不行 随着卫生部再发现有12宗新冠肺炎病例后 美路区和阿曼在野的局部加强行管令 再延长两周直到这个月27号 在第一次的局部加强行管期 居民还能在封锁区内出外走动 最终有些人没有遵守防疫规范 导致疫情扩散 警方这次为了阻断病毒传播 将进一步收紧行动自由 所有居民受处待在家里 目前整个美路区 地区的路口已经设置路障 也会装上铁网 社会福利局将为受影响的 2529居民派发物资 至于马活区和肯纳阁区 今天解除禁令 重获自由的民众如是重负 吉打州大臣 莫哈莫沙努沙努西 今早在耶路士大出席政党活动后透露 受影响居民可联系天灾行动管制中心 工作人员将运送物资 满足生活所需 受影响的民众可拨打荧幕上的号码 联系行动控制中心 莫沙努西表示 非政府组织或私人领域 不再或准私下直接派发物资给民众 一切物资受处交给 各大施打天灾行动管制中心 在由当局负责分发 而州政府已经发放5万令吉拨款 并会视情况追加